先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成智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亲学员 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天气是不是很多变 中午是什么天气 很热对不对 刚刚来有林道宇的请举手 这样就住在台北了 我问一下有没有从高雄来的 高雄州请举手 谢谢,请放下 台南 台中 请放下 新竹 新竹州 宜蘭 好,请放下 台北有没有 台北市的 台北州 台北州的有没有 今天题目 台湾法理,法理台湾 刚刚我们课程一开始 我们的班长 我们的研习会这个班级的班长 有在跟各位提点一些重要的前述 就是前述什么 课程前 跟各位提点一下一些重点 大家有没有一个大约的概念 中华民国是不是我们的国家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 怎么证明不是 流亡政府 为什么是流亡政府 知道的请举手 为什么他是流亡政府 好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打败 那为什么打败 来到台湾 没有去菲律宾 没有去泰国 没有去越南 为什么来台湾 这个就是我们课堂上 要让大家了解的 当时在1949年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中华民国 由原先 在南京的一个政府 因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华人民解放共产党的解放军 打了国共内战 但这个期间呢 中国国民党他在中国 打了这场国共战争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的物资来源怎么来 我相信各位还很清楚 有听过 我现在问一下 你有上过高级班的请举手 你上礼拜有来听过课的 好 请放下 今天第一次来上课请举手 好 请放下 我们上礼拜 大致有讲一下 就是 这个流亡政府 跟台湾民政府的关系 其实基本上 各位你可以放心 因为什么 台湾民政府跟现在 所谓的中华民国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架构 中华民国是它在挂的一个招牌 但是实际上它是什么 台湾当局 所以刚刚班长有跟各位讲说 现在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最多只是什么 叫局长 为什么叫局长 它上面是不是有主管单位 主管单位是谁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会 在什么样的一个架构之下呢 这个架构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讲架构的时候 要讲 谈论到什么 国际的条约 还有什么 法 根据什么法 它在什么样的架构下 它才能够运作 台湾当局这个架构 在什么架构之下 美国国 美国的宪法 里面的国内法 是什么 台湾关系法 在台湾关系法是 有什么重大意义 上礼拜 高级班有跟各位提点过 待会 初级班第一天来 第一次来上课的 讲师爷 要什么 跟你 让你了解一下 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样的 一个意义在 我相信各位 你现在手上是不是有手机 可以上网 对不对 好 然后问一下 你有手机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会上网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你现在你拿出你的手机 我们找一下 Google 有没有Google这个 来 我们一起来找 台湾民政府 你搜寻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同步在 这个简报这个荧幕上 一起来 看 因为我们这个 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在 已经科技已经进步到 人手一机 你有手机 可以随时查资料 上网 就是媒体已经没有办法 全面性的去控制你 为什么 网记网路 无缘佛界 你可以到国外网站去查 你要的资料 知识 尝试 包括你想要得知的 其实基本上各位 你要记得 上网站 第一个要件 你一定要上英文网站 现在目前我们网站 看到的所有的中文界面 大部分是由中国人 一手操弄 所以你所得知的一切 讯息 都是有问号的 包括什么 危机百科 危机百科 各位 你要小心哦 危机百科里面 有很多错误的讯息 等待各位去什么 依照 事实 依照 法理 去把它做编辑做更正 你现在所看到危机百科里面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由现在台湾当局 所谓的政治台湾里面的人 去做什么 去做编辑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危机百科 你去看台湾民政府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发现跟台湾民政府官网的内容 相差非常远 甚至什么 抹黑贴标签 没关系让他写 但是我盼望各位 你用手上的手机 或者是你家里的桌上型电脑 有拍照功能 你知道我发现 它有关于污蔑台湾民政府的所有文字 图片 动画内容 欢迎请你把它download下载下来 我们以后台湾民政府接证 全部通通移交 国际战争法庭来处理 各位了解吗 台湾民政府可以随便乱骂吗 可不可以 去把它抹黑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凭什么讲我们是诈骗集团 我们台湾民政府 主张跟立场 尤其是主张 一开头我们在 课程还没开始之前 事业照念 前面是写的开头是什么 我相信各位 你一定印象还在 来我们看一下官网 我们课程一开始 我们先把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以及立场一起来念 好不好 我们就念大家熟悉的语言 大家都听得懂的 我曾经在前几期 有来上课的学员 他直接就跟我讲 下课就直接跟我讲说 讲师 你怎么讲这个 你现在讲这个 这个叫什么 国语 普通话 你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你是爱中国吗 我们是台湾耶 应该要讲台语 所以我 我是听到这个 问题我是觉得很好笑一点 是什么 各位 语言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去定义 我们使用语言 对 这个童心学员讲得很好 来 鼓掌 语言 是沟通 以及交流 我们想法 还有什么 重要概念的一个工具 就像各位你手上的 讲义 我们家里使用的字典 要查字 包括各位你使用的电脑 是不是一个工具 我们目前使用的 当然是什么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都受这样的一个教育 就是中国殖民教育 就是要学中文 要讲他们讲的 这叫什么 普通话 他们讲什么普通话 那普通话一个 现在就是什么 大家都很普遍 一听都了解 所以我们当然使用这个 为什么 因为台湾 这土地上 其实 有各种 使用母语的 族群 有从中国来的 随着 流氓政府来的 流氓中国人 他有没有权利来上 法理课程 有没有权利 当然有权利啊 待会也会提到 当初 大清帝国跟日本帝国 打了日清战争之后 留在台湾的 也有清帝国来的人 他是不是原本就是日本人 不是 他是清国的人 千国人 他的观念 他的既有的一些思想 跟当地人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怎么办 要教育 要规划 所以陆陆续续 各位我相信 你都有听到什么 黄明化 什么叫黄明化 就像各位你来上课 包括我们从小到大 从学讲话 到学校去上课 一年起二年起 一直上 上到毕业 到什么程度 各自发挥 但是我们最主要 为什么要受教育 因为我们不懂很多事情 就必须透过教育 来了解 跟大家同化 所以各位你要有一个概念 这个语言 没有什么国家 国籍的定义 为什么 各位我问一个问题就好了 你使用我们在讲英文 代不代表我们是中国 我们是英国人 我讲英文我就是英国 我爱英国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为什么 简单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英文一讲 全世界都不是都通 对不对 奥地利 德国 捷克 包括非洲 美洲 亚洲 甚至各州 五大州 每个人听到英文 是不是都听得懂 所以就讲英文 沟通交流的语言工具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是目前我们暂时用的文字跟语言 将来会不会改 由将来来做决定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先使用这个 但是 我们使用中文代不代表我们爱中国人 我们爱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 是不是 不能这样定义哦 法理台湾人你要记住一点 任何文字 它只要能够阐述真理 阐述法理 任何文字都可以 但是文字如果乱用 文字也是可以什么 可以害人 所以各位 你上法理课程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点 任何文字叙述 要很谨慎 很用心 根据事实来陈述 不要自己去编 好不好 尤其什么 我们要注重一点就是授权的概念 有授权 我们在讲 没有授权不要讲 就好像我们在讲说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凭什么 有一个国际条约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凭什么 一样也是国际条约 是不是历史 是不是文化 是不是民族 那个都不是 为什么 现在世界上要维持秩序的唯有根据国际法 国际的法理 也就是什么 万国公法 国际条约呢 我们有听过 中国殖民教权告诉我们的马关条约 可是它实际上是什么名称呢 Treaty of Sinomoseki Simonoseki 什么叫Simonoseki Simonoseki就是在日本本州岛上有个地方叫做Simonoseki 它名称是什么 地名叫什么 下官 我们要正本千年回到它本来的名称 国际条约它整个名称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打仗 两边交战国打完战争之后 势必然一定要签和平条约 为什么 可不可以不要签 打仗打完 一个打赢了 征服打败的国家 要不要签和平条约 可不可以不要签 当然可以啊 不要签会怎么样 继续打仗 打到什么程度 灭亡为止 要不要签 当然要签 那和平条约 有没有平等 不平等啊 当然是不平等 为什么 征服者它征服了 战败的国家 势必然要种种的地方 要做什么 处置 甚至什么 要压制 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所以国际和平条约 势必然一定要签 那签的里面的内容 当然对战败的国来讲是什么 不公平的 因为一定要被处置 所以有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说法 有没有 没有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就像各位 各位我问一下各位 眼睛闭起来好不好 我们眼睛闭起来 我问各位 眼睛闭起来 我问各位 合作一下 眼睛闭起来 不要偷看 我问各位 你已经结婚了 请举手 不要看白人 请放下 为什么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眼睛打开 因为台湾人 有一个最不好的 乏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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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闭起来 就看下 隔壁 倒唱并 架唱并 看意见有同 我没有同 我不敢押 怕人笑 怕押起来 跟人不同 人家说 你就比较不足 其实各位 每个人人 都不同 互乏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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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乏 怕政客的路 政客的观念 在课程开始 港首席一定要跟你说 政客的概念 我们在学习 尤其要怕法理政客 要把台湾 推向国际地位政策 要粗暴的概念 你一定要扑起 要保持正常的一个观念 要不然你很容易走到一半 中途下车 或是什么 受到影响了 你又不走了 原地踏步 这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表达意见 当然课堂上 大家举手 不要开口 为什么 你讲话会不会影响别人 会不会 这些事情 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开口 旁边的人 听你的话什么 会不会不好意思 不要举手 会啊 你看别人 你的原本的概念 你看别人举手 明明你就不是这样的概念 结果你跟着举手 那要讲课的讲师 不知道你原来这个区块不懂 没有讲 那你回去问题是不是还在 是不是这样子 那要不要举手 要不要举手 当然要 所以在问问题的时候 有 举手 没有 都举手 不知道也举手 好不好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边 时间宝贵 有在问 各位眼睛再闭起来 有很多问题 要跟各位问 好 好 大哥 我 也举手 不要举手 我会举手 也举手 眼睛闭着 听到前面讲的 然后 举手 就举手 不要开口讲话 影响别人的观念 讲师问问问题 是问问什么 等一下开课 要讲的时候 重要内容的 开导 来 我问一下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参加战争吗 有的 请举手 请放下 没有的请举手 眼睛还是要闭起来 我还是看到你打开 请放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OK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台湾有参加战争 请问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来轟炸台湾 是 日本的 请举手 美国的请举手 请放下 中国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台湾 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们常常在听到 电视媒体 包括 台湾当局 举办各类型的 选举活动 这些政治台湾的 政治人物 常呼的一个口号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眼睛还是请闭上好吗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請放下 不对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第四个问题 国宾饭店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国宾饭店 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請举手 对的举手 不对的举手 不知道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好 眼睛打开 各位 我们想想看 我们指着这一栋建筑物 或者这一片土地 说这一块土地 这一间房子是我们的 凭什么 凭讲话吗 还是凭了一张什么凭证 各位想想看 什么凭证 所有权状 台湾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然有 因为台湾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大日本帝国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谁管的 日本帝国的帝国政府 管的 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打败仗 对 那打败仗为什么还有光复节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战败啦 战败怎么还有光复 有没有这个问题在 那你要如何证明你是台湾人 这些问题 讲师先让你去 思考 等一下讲的内容 就会有概念 来 我们现在先把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 读过一遍 待会 各位这样的问题 我刚刚才问几个问题而已 大家举手都不一样 为什么 眼睛闭起来 但是哪些人举手都没关系 为什么 你举了 没举 都是代表你的权益 你有讲了 我才知道 到底现场有多少人还不知道 好不好 来一起念 好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来一起念 1 1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2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好 我们读完过一次 各位 腦袋里面有没有印象 有 读过一次一定有印象 要不要再读一次啊 各位 下课之后 甚至你有空前 时间 时间不要浪费 把他毒手 甚至把他背起来 好吗 好 来 我们看到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开中民意已经告诉大家了 依据什么 国际法理 什么是国际法理 第二条已经补充了 也就是什么 遵守国际法 国际法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哪些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包括什么 国际的和平条 叫什么名字 旧金山和平条 好 刚刚讲是一开始讲的 国际和平条 的全名 我们看到这里 旧金山和平条 在哪里签的 旧金山 旧金山 那在哪个国家 美国 美国 旧金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签订了 国际的和平条 老约 占拜方是谁 也就是日本 讲日本 就对一半 你要讲什么 被征服者是谁 被征服者是谁 日本天皇 他被征服了 所以整个大日本帝国 也就被什么 被占领者 征服者 压制 所以现在国际上 你有听到 大日本帝国 这个国号 没有 为什么 战败 目前还被压制当中 但是 这个国家 有没有灭亡 很重要一点 被压制了 那 有没有灭亡 没有 为什么 重点在哪里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还在不在 在 来 向右看 向右边看 来 我们看到这张图 我相信各位 你在各州的 办公室 参加餐会的时候 你有看到这两幅图 那 郡的 办事处也有 就是各种郡手 的郡的办公室 它里面也有这两幅图 我们看到这两幅图的 蓝色这一幅图上面 我们通常会看到什么 它上面会有印 两个字 白色的字 印什么 日暑 彩色这一幅 有红色 黄色 还有一个西装 这三位 我们看到明显的两位 是欧巴马跟太太 Michelle 这幅图上面会印两个字 白色 印什么 美战 那台湾的国际地位 简单四个字来讲 就是什么 日俗美战 那解释 你可以解释说 台湾是属日本 美国占领 只有讲对一半 法理台湾要讲求的什么 精准定位 你要把台湾的国际地位 讲的 名 讲细 讲清楚 不要讲一半 那一 那栋房子是我家的 人家问你啊 你家的 对 那所有权状上面写谁的名字 谁的名字 讲不出来 我家的 我家谁 我家有很多啊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伯伯 姑姑 甚至什么 堂哥 一大堆人 加起来看 很多嘛 祖产 下来 是不是一大堆家族 总是有一个代表吧 那个人是谁 家族的代表人物 国家也是一样 国家有没有一个代表人物 他的身份怎么样去定义他 叫做国家法人 在法律上 国家在法律上定位的那个代表人物 叫做国家法人 对日本 这个国家来讲 他的国家法人是谁 日本天皇 美国呢 对 美国总统 所以都有一个代表人物 签国际条约也是一样 像 下官条约就是 是 大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 打的日清战争 但是日清战争 各位 你在过去有没有听过 都听到什么 甲午战争 是不是很熟 好 甲午战争是哪个国家 跟哪个国家打 不知道 只知道清朝 跟日本 那清朝是哪个国家 我们讲清朝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中国人 所以各位要记得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要了解到 他里面写的文字 也就代表作者本身的认知 或者是什么 他本身的来龙去卖 他从哪里来的 大家看就知道 那当然我们新台湾论会 有写到清朝 那因为什么 秘书长他要让各位 他会从不了解到了解 要引入法里的殿堂 所以他当然会写清朝 大家是不是熟悉清朝 然后慢慢代代代 原来知道 哦 我们不能讲清朝 为什么 清朝不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称呼他叫什么 大清帝国 因为根据下官条約 前面两个抬头 大清帝国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皇帝跟皇帝签约 签什么条约 下官条约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seki Simonoseki Simonoseki就是 日本本州岛有个城市叫下官 在那边签下官条约 懂意思吗 跟这个一样 今天是什么日子 各位 什么日子 哎 已经有学员知道 很正确 今天是什么日子 2017年的9月8号 9月8号 那是什么时候 什么样事情的发生 发生 在1951年的那一年 也就是韓战发生的隔年 1950年韓战 韓战在哪里发生 朝鲜半岛 那1951年的9月8号 在哪里签 旧金山 谁代表 日本政府的第一任首相 叫什么名字 吉田茂 在美国的旧金山 簽了旧金山和平条约 当时全世界有几个国家 51个国家 有几个国家的国会通过 48个国家的国会通过 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背书 增加了这个国际条约 很重要的概念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 还没签约之前 也就是韓战 1950年 杜鲁门总统 他就 开始讲了 台湾地位 要等待未来来决定 所以有什么 台湾地位未定论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旧金山和平条约 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各位懂了吗 现在有没有什么 台湾地位未定论 你要告诉他 这里 旧金山和平条约 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各位有没有写下来 那听得很清楚 等一下你会忘记了 你要记得 这很多听过的 但是什么 很容易忘记 所以你要写下来 OK 签约什么时候 刚刚才讲而已 什么时候 旧金山和平条约 什么时候签约 什么时候 1951年的9月8日 随口讲 马上听过就忘了 各位很专心在听 可是会不会忘记 会 什么时候生效 旧金山和平条约 什么时候生效 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 这边 大致我们把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 就是 他什么时候签约 什么时候生效 大致提一下 因为什么 今天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 签约纪念日 大家记得清楚 OK 好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讀过之后 来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它的目标 是什么 独立建国 阻地 那个都不对 一起念 他写什么 他民政府的目标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讲师 前几天 在网路上 有查到 有关于在讨论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这几个字眼 尤其是在PTT网站 他提到 在讲我说 我 说我上课内容 我是看了 越看越好笑 他内容 他说 讲了 这位讲师讲的内容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台湾要回日本天皇 台湾不能独立建国 对 没错 正确 台湾本来 是属于谁的 日本天皇所有 台湾本来都不能独立建国 为什么要独立建国 为什么 所有权壮 是日本天皇的 请问各位 在座的 同心学员 人家的财产 已经在法律上已经确立了 不管土地也好 房子也好 他因为所有权壮 确立了 土地跟房子的拥有 请问有没有任何 人可以剥夺这个权利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不能啊 既然台湾澎湖 依据下官条约 已经成为日本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任何国家可不可以把它拿走 可不可以拿走 不可以啊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帝国战败 日本天皇 他是被征服者 向美国总统 也就是盟军的领导 投降 那整个旧金战和平条 会从第一条到第二十七条 有没有对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做处分 有没有 没有 只是在第一条的B款 将日本天皇管理国家大政的这个权利 把它拿起来 也就是玄制 要管理国家大政的 这个这件事情 交给谁 交给人民所组成的政府 这个就是在战争法架构里面 很重要一点 征服者 大家听好 征服者 征服者他用武力 征服 战败地区的国家 战败的国家 征服了之后 那什么 可不可以直接管当地人民 不能 为什么 语言有没有通 语言通不通 通 美国耶 美国人那时候台湾 讲什么话 日本话嘛 有没有通 不能通 那所以能不能直接管 不行啊 那每个人生活习惯 跟征服者的美国人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文化习俗有没有一样 不行 那所以为什么 就是在战争法架构里面 就是军政府 根据战争法 要在占领地 找出什么 他信任的人 就是 占领区的住民 组成什么 民政府 就是Civil Governors 这个概念 是从 战争法里面 所以各位 你今天来上课 我相信你一定对什么 台湾民政府感到好奇 甚至什么 想要了解 讲师一开始跟大家讲 台湾民政府 是根据什么 成立的 请你写下来 根据战争法 由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 占领地的 台湾的住民 台湾住民是什么 就是 占领区的人民 中国人可不可以当 台湾民政府的 成员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比如蔡英文啊 跟 跟那什么 現在刚上任的 賴清德 然后两个组成 一个台湾民政府 可不可以 不行啦 各位要了解这一点 为什么 台湾当局 他是从 流亡的中华民国 就是Republicina in Israel 就是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根据 就是从 台湾关系法 生效 他变成什么 Taiwan authority 但是在 海牙公约里面 海牙法院 就是给他一个 更清楚的定位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就是从中国来的 台湾当局 所以他可不可以 当台湾政府 不行 等一下要跟大家讲 所以这边 日本天皇保有 台湾所有权 各位 我们在网路上 我们找一下 马关条约 现在中文 我们看得到的 来我们输入一下 一样 你跟蒋师一样 这样来找 好 在这里 好 我们看到这边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好 来我们看到这里 凭什么 凭这个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a Seiki 他是他的英文的条约全名 中文他写马关条约 那是他的事情 实际上叫下关条约 我们根据地名去找 旧金山和平条约 你可不可以去找 三番四和平条约 看个人的一个翻译 但是什么 我们要看研究 要看和平条约 各位 我鼓励大家 你从英文版去看 英文可不可以改 可不可以改 San Francisco Peace City 把它改成巴黎 可不可以 旧金山和平条约 把它改成 南京条约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各位 要看一下 你从英文版去 知道他的 条约全名 来 我们一起念 来 马关条约 日清甲午战争之后 清帝国的皇帝 跟日本帝国的皇帝 所签的条约 一起念 抬头 甲方跟乙方 来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及乙方是谁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各位 谁跟谁见 谁 皇帝跟谁见 皇帝 各位 你上面有没有看到清朝 有没有写清朝 字要看清楚喔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有没有写清朝 各位 有没有不懂字的请举手 懂字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 没有举手是 什么情况 来 不要乙的举手 不适智的请举手 中文看不懂的请举手 我讲这样好了 中文看不懂的请举手 都看得懂吗 好来 一起念 你都等 来再念一次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都念得出来吗 是谁 是不是皇帝 还要考虑吗 来我问各位 有一个人叫李大同 他名字叫什么名字 有一个人名字叫李大同 请问各位 他叫什么名字 李大同 李大同 对啊 你就懂啊 为什么看到这个你特别紧张 讲师在问说 清朝 我不买意 我讀不乎 大家字都看得懂 怎么会看不懂 不要紧张 好不好 讲师稍微问一下 你就紧张了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就是清帝国的皇帝 后面是写什么 日本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是谁 日本天皇 懂意思吗 人跟人籌 什么人 清帝国的皇帝 人嘛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人嘛 是不是清朝跟日本 天差地啊 天差地啊 那间家 譬如说我们家 隔壁姓陈的 隔壁姓陈的 可是 家的财产 我家是爷爷的 我祖父的 隔壁是 陈家 祖父的 那大家讲 这个 这个我们的 这个陈的 有没有讲清楚 有没有讲清楚 我们的陈的 有没有讲清楚 那到底是哪一个 按电铃 通通叫 我们的 整栋人的 会不会跑出来 会不会 这个就是笑话 清朝 大清帝国 土地那么大 你讲清朝 是不是整个 土地所有 只要是 清帝国皇帝 所有的官 是不是都要举手答佑 有没有 是来不是 各位 各位都有服役过 是不是有个团体 有没有 譬如讲 有个学校 某某学校 是不是全部 学生都出来了 但是讲到 几年 几班 哪个同学 之后 答佑只有几个人 只有那一个人 各位懂意思了吧 要标准定位 X轴跟Y轴 定点 只有一个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就一个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几个 一个 皇帝跟皇帝签约 各位 讲师这样讲很累 为什么 各位 你都没有用心 去体会 清朝跟日本 真的是大范围 但是讲到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是几位 一个 懂意思了吧 看条约 跟看自己的 土地所有权状 跟你的权状 一样 看清楚 不要中计了 在法律上 清除定位是很重要的 清帝国皇帝跟日本天皇签约 好 那 打败仗了 根据过往的 战争的 经验下来 也就是战争的 条例 判例 战败者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面对 割地 要不然什么 赔款 钱不够赔怎么办 對啊 割土地 割土地 抵账 打账有没有死人 有没有破坏人家的东西 要不要赔钱 要 谁先赔 打败仗的先赔 我们看到这里 它底下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念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国家法人 也就是最高的 所有权状的所有权状的 保有者 清帝国就是清帝国的皇帝 他是所有权状的所有者 日本天皇是日本整个帝国 土地的所有权状的所有者 甲方把底下所条列的内容 土地 包括什么装备 什么内容 建筑物 全部交给谁 交给乙方 乙方是谁 日本天皇 这一张 就等于各位 好像欠很多人 某某人 勸了另外一个人很多债务 要把家里的财产 卖掉 签的买卖条约 同样的情况 刚刚没有体会出来 有没有体会出来 所以重点在这里 授权者 皇帝跟皇帝 他授权谁 来看底下 被授权的人 为什么要签条约 重修和平 有没有看到这字 看前面 不要看我 你看上面 写什么字 来念一下 重修和平 共用幸福 且杜绝将来 分云之端 这个就是签 国际的和平条约 最重要的精神 和平 幸福 要保障幸福 杜绝 就是不要再有任何的争端 这个争端 会不会再掀起战争 所以要签条约 看清楚 好 清帝国的皇帝 授权谁 看清楚 底下 他这上面 底下写很多 特检大清帝国 钦差头等 全权大臣 太子太父 文华殿大学士 北洋 通商大臣 直立总督一等 数亿伯爵 谁 李鸿章 为什么前面 写这么多 这个就是精准定位这个人 李鸿章这个人是在大清帝国担任这个职务 懂意思吗 要不然他随便写个李鸿章 各位不得了耶 清帝国叫李鸿章有多少人 以前我们在电视有看过 同样叫李登辉的 到某某电视频道集合 有多少人 好几个李登辉 所以这条约要不要很精准定位李鸿章 到底是谁 当然要 他在清帝国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OK 好 另外一个是谁 来看到底下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 二平鼎带前初始大臣 谁 李金方 所以清帝国派拿授权 清帝国的皇帝授权拿两个人 来念出来 李鸿章 李金方 OK 好 那这个是甲方授权大日本帝国大皇帝被授权是李鸿章跟李金方 授权的概念很重要 OK 再来 日本帝国的皇帝授权谁 来看底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特检什么意思 什么叫特检 授权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 我们看这里 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从二位勋一等伯爵 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伊藤伯文 也就是在日本帝国日本天皇授权内阁总理大臣 名字叫做伊藤伯文 那另外呢 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指爵 叫什么名字 陆奥众光 底下有写很重要 什么叫全权大臣 他被授权来 签署这个和平条约 就是日本天皇授权伊藤伯文 跟授权谁 陆奥众光 清帝国的皇帝 授权谁 李鸿章跟李金方 有没有写清朝 没有 字要看清楚 哦 无人意看看的 青菜公公的 里面 各位 你回去 把 这个条约原文 从头到尾念一次 不要自己编 看一看 然后自己翻译 清朝跟日本签合约 有没有写清朝 有还是没有 没有啊 有没有写日本 有 国家 但是 是谁代表 日本天皇 清帝国皇帝 跟日本天皇签约 派了 清帝国 是派李鸿章 跟李金方 日本天皇 派了 伊藤伯文 跟谁 被 入奥中逛 授权者 跟被授权者签约 好 看底下 因为下官条约的签订是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 朝鲜半岛这个问题掀起了日本帝国跟清帝国的战争 好 战败的清帝国的皇帝 他签约把底下的部分永远让给日本天皇 哪个地方 这写很长 哪个范围 然后底下重要一点 哪里 念出来 奉天 奉天在哪里 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 这个部分 再来是哪里 台湾全岛跟哪里 附属各岛 就是在台湾这个岛屿旁边的所有的附属岛屿 在周边 看有几个岛屿 通通都包括在内 再来是哪里 澎湖列岛 所以 我们看到这里有写什么 台湾澎湖列岛 我们就回到这里来 台湾民政府的全名 请你写下来 根据什么成立的 复习一下 台湾民政府根据什么成立 战争法 好 战争法成立 那他的全名请你写下来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大哥有没有比 你都很认真 你都很认真 来写下来 你没有比 有啊 快写啊 还是我照你 来 快写起来 好不好 他要写起来 不然你都不知道 有人问他说 台湾民政府的全名是什么 开始撂头 我有听过说的 没印象 你写起来是不是有印象 你可不可以照稿念 我跟各位讲 各位的同心学员 照稿念不丢脸 什么时候最丢脸 自己边乱讲 丢脸 就像下官条约 清朝跟日本签合约 你拿出条约原文 马上他就漏气了 明明上面写很清楚 有没有 我们刚刚花很多时间在了解 下官条约 也就是马官条约内容 有没有看到甲方跟乙方是谁 有没有 OK 一樣 你要写下来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也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全名 根据什么成立 战争法 所以 讲好多次 你如果还 讲不出来的话 你要问问自己 我没有写下来 OK 好 奉天这个地方 在万国功法里面 万国功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1830年 我们还记得有一位 欧洲席卷的一个英雄 叫什么名字 个子不高 拿破仑 拿破仑 拿破仑当时什么 一直打仗 打胜仗了 占领 就变成他的土地 占地为王 打胜仗 占领了 土地就变成他的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后果 被打败了 土地被 拿破仑占领的国家 会不会心不甘情不愿 再度 反击 会不会 我打败仗 我要复仇 会不会打仗 那战争会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停止 所以1830年之后 开始大家各位 大家都开始什么 各个国家 开始有一个共识 什么 万国功法 就是国际法的概念出来 国际法 万国功法的概念 有两个重要概念 请你要写下来 也就是我们初级班 要了解的内容 第一个 占领 不得移转主权 快点下来 不下 来 第二个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占领 不得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OK 这两个把它写下来 OK 好 冬天这个地方呢 是清帝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也就是这样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万国功法里面 也有很重要的概念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什么样性质的土地才可以割让 殖民地跟拓殖地才可以割让 好 有没有写下来 有 OK 注意听 听下来 写下来 你如果没听到没关系 等一下讲师跟你讲 哪里可以找得到 各位 影片就有 影片就有 来 这边 你在那个YouTube这个网站 输入台湾民政府影片 然后按搜寻 你就看到这两个 第一个是直播 也就是现在我们 看的这个直播现场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就是各位 你上课的内容 上课内容都有 就是上礼拜的高级班 跟上上礼拜的初级班 跟上上上礼拜的初级班 跟上上上礼拜的初级班 影片内容都有 我们看到底下 这都有 我们播放清单 我们看底下 很多 这上一期的高级班 初级班 我们举上上星期初级班 好了 我们点下来看 OK 它底下 就好几堂 从第一堂 到最后一堂 第七堂 每一堂都有 那各位你就可以回去慢慢看 好 大致说明一下 好 下关条约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各位你 你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是不是概念 有点模糊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各位 有没有洗澡 有些钱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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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看到的身体是谁的 谁的 别人的 自己的 好 你自己的身体 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 心脏 有肺 有胃 有肠子 有肝 有肾 有肾脏 心脏可不可以割给别人 我洗澡洗洗 我想到 我很爱我的太太 所以我就把 肚子挖一个洞 把心脏交给她 可不可以活下去 不行 胃可不可以 我割下来 肝 肾脏 两颗全挖 正常来讲 割下来活100岁 我讲的意思是整个全拔起来 当然不行 这个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要记得 你有讲一半啊什么的 那个不是我讲的定义 我讲的定义是整个拔下来给人家 可不可以 不行 头切下来给别人 可不可以 不行 一样 这个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什么叫做殖民地 拓殖地 各位 身上的衣服 可不可以送给别人 可以 比如说爷爷奶奶过世了 他的衣服拿去烧掉 好还是不好 衣服洗干净 大家还可以穿 为什么要烧掉 那烧掉的话 爷爷奶奶留下的钱 为什么不拿去烧掉 也是他留下的钱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观念有很奇怪 讲师有发现到很多奇怪的这种风俗习惯 其实是不合理的 留下的衣服 爷爷奶奶留下的衣服 洗一洗 还可以穿嘛 大家不是讲求环保 为什么要烧掉 错误的概念嘛 迷信 穿了 所以会什么 卡阴咩 这个观念对吗 No 那你为什么不讲说 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钱 也会卡阴咩 所以他留下来的财产 都不要继承 钱也不要收 通通拿去烧掉 一样 所以 拓殖地 殖民地 我们身上的衣服 可以送人啊 甚至什么 是不是 没有钱 还人家的时候 是不是要拿什么东西去抵押 衣服可不可以 手机可不可以 都可以 汽车可不可以 你开的车子可不可以去抵押 可以啊 房子可不可以抵押 对 这个就是什么 殖民地 你身外置物 就是殖民地的概念 可以给人家 懂意思吗 所以 房子土地 可不可以 给人家 可以啊 你卖掉啊 买卖 但是 有人把你抢去了 把你的所有权状抢去了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通过什么 法律的阶段 自愿意愿合法 跟每个人的国籍一样 各位 我们的国籍 可不可以随便把我们剥夺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 中华民国 在1946年1月12号的时候 透过一张行政命令 把所有 日本天皇土地上的 日本台湾人的国籍 通通剥夺了 改成什么 中华民国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剥夺 你身上的东西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我把它拿起来 可以吗 不行 国籍也是一样 听懂吗 这个就是 从自然法则衍生出来的 万国公法也是一样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为什么不可以割让 跟自己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内脏 我们重要的 生命的器官 都不可以随便给人家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奉天 也就是亲帝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也就是亲帝国的 發源地 隆起地 就是隆地 隆 天上在背隆 隆起地 我这中国人很懂 可是我不太懂 什么叫龙 为什么不叫鸟 鸟起地 为什么偏偏要用龙起地 龙有比较好吗 我不知道 但是 他们使用龙起地 我觉得还蛮特别 因为我讲 起源地 一般人就听得懂 起源地 就是什么 它传承下来就是 原本那个土地 就是它在那里生活 在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 土地就是什么 它 起源的地方 有在那边 但是 台湾可不可以这样去定义 说我们台湾 自然演变成民主的国家 所以 中华民国他说 台湾 要用台湾名义 进入联合国 对还错 错 台湾当局 而且它是流亡政府的体制下 它不是国家 台湾是什么 军事占领地 请你写下来 中华民国是 流亡政府 台湾跟中华民国 从此两清 中华民国它是 外来政权 它不是台湾 台湾是军事占领地 那你听得到吗 有 他可以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可以吗 所以看到中华民国 自动翻译台湾 看到那个青天白日满地 其实叫台湾国旗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等一下 内容看得到 我再 大致讲一下 台湾全岛跟所有附属岛屿 这个地方 不能收 所以 日本天皇 经由下官条约取得这三个地方 但是日本天皇 有没有守法 有没有遵守万国公法 有 各位 大日本帝国的根本宪法 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 重要的精神 遵守万国公法 跟美国宪法一样 也是遵守万国公法 日本天皇的明治天皇陛下 在下官条约签订后 看到这里面有写到奉天 他就在5月8号 他就看到 欸 不对喔 1895年的4月17号 签订了下官条约 好 那5月8号生效 他发现这个地方 不能拿 因为那是清帝国 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所以在隔年 透过 赵书 也就是日本天皇的赵书 把奉天 透过遼南返还的条约 割还给谁 甲方 甲方是谁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所以各位 你可以把它写下 遼南返还条约 这边遼 遼是哪里 遼何 遼南 遼南返还条约 遼东半岛的意思 遼南返还条约 就是把奉天 割还给 清帝国的皇帝 那这底下呢 台湾全岛跟附属岛屿 跟澎湖列岛 这两个地方 在1895年的6月2号 有两个人 重要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是代表日本帝国的 也就是台湾总督府的第一任总督 湖叫什么名字 华山之济 沐边 华 山哪个山 山脉的山 支是哪个支 支援的支 季哪个季 就是那个季元 紀念日那个季 它是写秘字旁 华山之济 各位你在新台湾论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了 华山之济 是台湾总督府的第一任总督 最后一任是谁 知道的人请举手 台湾总督府最后一任的总督是谁 知道的请举手 叫什么名字 安藤立吉 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们自己土地上的历史 一定要去了解 不要去 先别人的国家 中国 什么 什么铁路通道哪里 经过几审哪一审 产铁矿 哪一审 产煤矿 就跟你问 大安稀在哪里 开始抓头 淡水河在哪里都知道 但是问你 美濃稀在哪里 不知道 台湾哪里产什么 没有人晓得 这个就是中国殖民政权的 教育课程 它的课程教本 它的课本里面最大的一个缺漏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把它补全 透过条约 找回我们自己原来的面貌 来 澎湖列岛 台湾澎湖列岛这两个地区 奉天 是什么 哪里 刚刚讲的 辽东半岛 好 那这地方在1895年6月2号的时候 有华山司机跟李金方 也就是李鸿章的 第二个儿子李金方 在哪里 在基隆外海 有一艘船叫做横滨碗 Yokohama 有没有轮胎 轮胎有没有用过Yokohama 有 横滨碗 哪个碗 Yeah Maru 横滨碗这艘船上 开始交接 然后6月2号 那天把台湾 岛屿 附整个周围 一共几个岛屿 30几个岛屿 一个岛屿 一个岛屿 一个岛屿点交 包括哪里 尖隔群岛 各位 你手上有没有 一本叫做尖隔群岛 有没有 粉红色还是绿色的 绿色哪一本 尖隔群岛的法理争议 这一本 跟另外一个 台湾国际地位粉红色 这两本 课程前有发给各位 你先把它读一读 你课堂完之后 不要浪费时间 这两本先读手 接下来怎么办 我都读 读好了 各位 回归原来 新台湾论 上车跟下车把它读手 我们看一看 打开好像第一页很深 还要写英文了怎么办 没关系 你没有读出兴趣 你可以从中间翻 三百多页 有一页是写到什么 是谁清洗了台湾人的记忆 前面有三个字 我相信各位 你都很有兴趣 什么 马英九 你都从这边开始读 读 有兴趣的 各位 这本书不要把它放在书架 拿下来读 不要放在书架 朋友来 你看 我有头发力 那本书厚厚厚厚 六百多页 我有读书 你看 我还买上下车 我还在买什么 呃 台湾 台湾最终国际地位 买了一大堆 然后那个刚好遇到 你的朋友里面 有人 很低调的来上过课 然后就跟你问个问题 你怎么有疼喔 我跟他问 尖格群岛是谁的 他开始抓头 所以重不重要 要不要读《新台湾论》 要 上课讲师讲的内容 够不够 让你去了解 只是 带领各位 用各个角度 每一堂课 每一堂讲师讲的 都很重要 它是从各个角度 引领各位 进入法理殿堂重要的概念 但是两个钟头的时间 很宝贵 要全部讲完 不容易 所以重要概念 所以刚刚开始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 建立这样的概念 就是请各位 从这个地方做起点 所以这是什么 初级研席会 初级班 初级班 我们的观念概念 打好基础之后 你读《新台湾论》 有没有个底 你就好出发了 那个概念有了 你读 你才知道说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观念 来读《新台湾论》 重要在这边 OK 好 我们看到 这个都看完了 这个是 大清帝国跟 皇帝跟 大日本帝国 就是日本天皇所签的 下官条约 一个内容 好 OK 我们回到 PowerPoint好了 各位 我不要 我们要不要维持现状 蛤 要不要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让流亡中华民国 继续把我们管 好不好啊 民进党爱台湾啊 民进党爱台湾啊 所以让他管 好不好 还是换党 换国民党 换时代力量 各位 不要中计了 流亡中华民国里面 体制 这个体制 从哪里来的 刚刚讲之后 跟各位讲 海牙的法院 在南海争议的官司里面 给了台湾当局 正确的定位 它叫什么 台湾 革新 是不是革命 各位 要记得喔 现在全世界 听到Revolution 革命 会很坚定的 革命 会不会流血 会不会死人 会不会家破人亡 会不会动乱 不要 所以 各位 我们只要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整个架构 懂意思吗 讲意思 各位 这个banon里面 带领各位 现在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 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 从这个banon里面 我们看到 有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在战争法架构下 占领方 跟被占领方 刚刚 台湾民众的主张第一条 我们有听到 日本天皇 有听到美国总统 好 包有所有权是谁 美国总统 日本天皇 那握有台湾占领权是谁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代表美国总统 也就是征服者 用什么代表 美国国旗 代表被征服者 日本天皇 用什么代表 日本国旗 好 那在战争法架构下 那 政府 占领者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就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 被占领者 在占领地成立 Civil Government 是谁 台湾Civil Government 所以 各位 眼睛闭起来 重要概念 眼睛闭闭闭闭 要做一个故意人 不能偷偷 那边 自己提示 纸膜 拿起去 拿起去 不要偷偷 好吗 要做一个正职的人 眼睛闭起来 就闭起来 好 来 問各位 這個盃呢 剛剛講是這個橫幅上面 有幾個國家的國旗 待會請各位舉手就好 一個國家的國旗請舉手 兩個的請舉手 三個的請舉手 大哥眼睛沒閉起來 四個請舉手 好 OK 好 眼睛打開 各位這個盃呢上面有幾個國家 兩個 美國總統跟日本天皇 美國國旗跟日本國旗 哪裡來的三個四個 那台南民政府也是國旗 NO 從頭到尾 沒有人講台南民政府那一面叫做國旗 請你要記得 在戰爭法架構下 佔領方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的代表旗 被佔領者成立的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有沒有聽清楚 所以這上面幾面國旗 兩面 懂意思嗎 所以剛剛開始演奏歌曲的時候 各位你可以發現第一首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代表歌 他有沒有寫台灣民政府國歌 我上禮拜來的時候還聽到 學員進來 我去那裡要唱國歌 我今天要擲桌 哪裡有國歌啊 有 有兩個國家的國歌 在台灣民政府代表歌之後 先演奏什麼 台灣民政府代表歌所 屬的所有者 保有所有者的 那一個國家的國歌 哪一個國歌 日本國歌 日本國歌名字叫什麼 君之代 日文怎麼唸 君の夜 會唱日本國歌的請舉手 我問一下 不會唱的請舉手 各位你看 我問一下 不會唱的請舉手還是不老實 來 眼睛閉起來 不會唱日本國歌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看 眼睛打開 大家都怕不好意思 我不會唱怕人唱 跟各位講 不會唱 不會唱 沒關係 我們可以學嘛 對不對 對啊 不要怕人家笑 跟法理一樣 我不懂 學嘛 讀嘛 不要 不要 我以前 讀書 我只讀國中 所以 我看新台灣論 我就不要讀 各位 不要被這個限制住了 反而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讀到博士碩士了 跟他講法理 他聽得進去嗎 聽不進去 讀流亡政府的當局的課本 他的教育程度越高 中讀越深 跟他講法理 越聽不進去 是不是事實 確實是事實 他認為從小到大 讀書考試通過的 通通都是絕對正確的 嘗試 結果原來不知道 原來這套教材是 國立編譯館 甚至是南醫書局 編出來 讓各位好好 可以很容易被他管 很容易被他洗腦的一個 教科書 你讀的 有沒有跟法理合 不合 甚至裡面還有很多 謊言 吳鳳的故事有沒有聽過 全身穿紅衣服 然後騎著白馬 然後騎到那個部落裡面 結果被 部落的三包 他裡面寫 山地同胞 用亂箭射死 結果發現 原來是跟他很好的人 叫名字叫什麼 吳鳳 所以建了一個吳鳳廟 來紀念他 吳鳳是真的還假的 假的 後來證實是假的 還有什麼故事是假的 太原五百萬人 中國有個地方叫山溪 有五百個人 當時被 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圍起來 那五百人不願投降 所以通通在那邊自殺 死了五百人 所以建了太原五百萬人的紀念碑 紀念他 真的還假的 假的 甚至各位 我相信各位 小時候讀過課 有一本叫什麼 有一個課程叫什麼 有一課 先總統講公 小時候的故事 有沒有 小魚往上逆流 看了 我以後立志做偉大的人 好不好笑 好笑 這很奇怪 明天 各位 我只是點到 明天第一堂課 解讀解讀解讀 解讀解讀 有個潘獎師 潘獎師他會講很多 有關這方面錯誤的概念 我們不要拉回來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早一點睡覺 好不好 每天充足的精神 把腦策 腦筋裡面有毒的思想把它丟掉 剛剛 講師會怎麼講 中華民國跟台灣要分開來 重點就是在這裡 我們的名分 我們的身分 我們的身分是誰 台灣人 要怎麼證明 用這個證明嗎 我問各位 你手上有這兩個證件 甚至其中一樣證件請舉手 我 我也有啊 阿伯你沒有 有 請放下 來 看清楚 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他沒有寫中華民國政府 沒有 為什麼沒有寫政府 因為他不是建戶啊 所以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他敢不敢寫中華民國政府身分證 不敢 OK 好 上面有沒有寫台灣 有沒有寫台灣 台灣 台灣 國民身分證 有沒有 那為什麼講台灣身分證 好 接下來看這裡 他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寫什麼 護照 字寫這樣 為什麼自己翻譯 這本叫台灣護照 他有寫台灣嗎 有有 講是這個 這誰加上去的 陳水扁先生 加上去的 這一本就已經講不清楚 他到底定義在哪裡 結果陳水扁先生 把這個加上去 所以美國給他一個外號 叫什麼 麻煩製造者 有沒有聽過 原本這一本護照 它的來源 它這裡面是有個晶片 那個晶片 必須是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的成員 中華民國有沒有 真的沒有嗎 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有沒有中華民國 那蔣介石為什麼在裡面 那為什麼又被趕出來 他位置還在喔 是寫什麼 看清楚 聯合國的位置 它上面只有寫一個英文字 就這個 China 中國的代表權 所以在聯合國裡面 有一個位置 是China的位置 在聯合國2758號 決議文還沒出來之前 那個位置是誰坐的 蔣介石的代表 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聯合國2758號 決議文 決議什麼 把坐在China這個位置上的 蔣介石派來的人 把他抓起來 其實不是啦 叫他走 等於是什麼 被人家驅逐 被人家趕走 被人家趕走 換誰上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坐在China這個位置上面 這樣有沒有聽得懂 所以這邊其實可不可以到國外去 可以嗎 為什麼不可以 不是不承認的問題 給各位一個正確的觀念 各位 你都在銀行有沒有開戶 沒開戶的請舉手 有開戶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我請教各位 你的銀行開戶 譬如說 你叫陳先生 你的名字就叫陳先生 好 有一個王先生 我不要講王先生 有個簡先生 他拿著你的存款簿 拿著你的印章 到銀行 說他是陳先生 領你的錢 好 請問各位 你會告他的 你會到法院 告他的請舉手 你會到法院 告他 冒名頂替領你的錢的請舉手 請放下 不會的請舉手 不會的請舉手 請放下 請放下 你會原容他 看得好喔 各位 各位 各位董心 你現在欠錢 去拿錢 各位 在法律上 不能冒用頂替 不能冒名頂替 聽懂意思吧 你不是那個人 你可以領他的錢嗎 他沒有收款啊 你拿他的存款簿 拿他的印啊 所以我剛剛有講 沒有授權 沒有授權 對 對啊 冒名頂替就是沒有授權 有沒有聽懂 我剛才講是不是講冒名頂替 是不是沒有授權 可不可以領你的錢 可以喔 好 好 OK 來各位 一樣 在國際上 China 這個名字 已經大家就是 在2758 我決定就是從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代表 去做這個位置 所以 中華民國現在這個 護照 包括這一面旗字 可不可以代表China 可不可以 不行啊 誰來做China這個位置 五星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才能做China 一個中國政策 不是大家畫出來 是合不合法的問題 你的身份 你的民分 沒有資格 就沒有資格 有資格就是有資格 有沒有聽懂意思 譬如說 來 幾歲 王 他剛好喔 黃 王喔 剛好 我剛才講王先生而已 好 王先生 我跟你請問一下 有個李 有個 姓李的小朋友 他跑去你家 然後跟人家講說 他是你王先生的兒子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對啊 一樣啊 聽懂意思吧 所以拿這個護照 可不可以代表中國 當然是中國 因為他要寫中國 那這篇旗字 可不可以代表中國 不行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那個影片 這個 身份證 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但是他上面寫什麼 是不是中國 這個是中國啊 你拿這個證監 跟這個證監 你就是代表中國 我講一下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什麼 中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 中國 是不是都China 有沒有兩個中國 不要有這種觀念 以前我們讀那個教科書 是 把你灌毒 你要不要喝毒啊 要不要吃毒品 大家都很聰明 不要吃毒品 但是我們讀書 讀的書 那個毒品還在腦袋裡面 有兩個中國啊 以前讀書 自由中國 共產中國 所以我們要反攻大陸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NO 因為取得 合法的統治權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流亡在人家家裡 人家的土地上的 流亡中華民國 為什麼 被人家趕出來了 中華民國還在不在 還在不在 他有沒有在南京 沒有啊 什麼時候不見了 1949年4月23號 南京政府覆滅 在南京政府 當時的 蔣介石跟行政官員 通通撤逃一空 總統 李宗仁逃去哪裡 成都 蔣介石 趕快跑回到哪裡 重慶 所以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很喜歡一個故事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三國制 三國演義 為什麼 看 漢 漢帝國的正統 這是劉備 他繼承 漢帝國的血統 所以叫他皇叔 躲在哪裡 四川 所以只在推崇 劉備 德政 諸葛亮從他 三十六記 很厲害 空城記 各位我們做人 要不要騙人 空城記用騙的 不擇手段 就是這樣架出來 所以台灣 現在出來很多什麼 詐騙集團 就是這麼來的 學很多後黑學 學一些諸葛亮一些軌跡 三十六記 走圍上策 所以成就很多什麼 不負責任的公司 不負責任的家長 走圍上記 空城記就是掏空 有沒有 公司掏空 員工的錢在哪裡 我們看到沒有一個新聞 台中 航空 台中的一個那個什麼 台中機場還有一個廚房 不是在煮東西嗎 有沒有 有一個里長出來講話 欠那個薪水欠四個月吧 八月份也沒給 九月份也沒給 六月份七月份也沒給 然後員工在那邊做白工 也沒領到薪水 放空城 空城劑 走圍上策 然後東西調料就給他搬光 學哪裡 學諸葛亮 這個我們不要去學 要做一個老師 走公義 公平跟正義 根據法理來做事 我們不要跟那個 你看一下世界最進步的國家 是什麼國家 德國 日本 一步一腳印 他所以他 他根據的 他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什麼 照法來 做事情 做東西 是不是有個工法 工作的法 工法 是不是有 東西要做好 精準定位 也是照法 所以法重不重要 很重要 OK 好 身份證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進出 全世界 來我們看一下 林佳龍認證 台灣民政府是假的 各位 林佳龍是什麼 是誰 美國總統 林佳龍認證 哇 很大 全世界都要林佳龍認證 林佳龍認證 聯合國 真的還假的 這個抬頭有問題 來 底下內容 通通都在打臉 來 不需要 我們要帶來 公司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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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不同的 ID 卡 我們是在乘車嗎? 不是,不是每個人都在乘車 跟各位問一下 經過人家管制關卡的時候 證券如果可以用的話 會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會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你證券可以用 會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然後一直拿 每一個都不能用 會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你的證券如果是合法 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遇到這個情況? 有問題啊 你拿的證券合不合法? 不合法 跟中國打壓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跟中國打壓有問題嗎? 各位我剛剛就問各位 各位你都有銀行帳戶 人家冒名頂替你的名義 領你的錢 你會不會告他告到死? 絕對會 是在法律上定位你的身份 合不合法的問題 而不是中國打壓 聽懂意思嗎? 中國打壓是什麼? 借口 說辭 說辭 騙你的 合法定位就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需要中國打壓嗎? 不需要啊 合法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拿著很像中國的 身份來 你看人家管制會不會讓你進去? 不讓你進去啊 你的身份不清不楚 人家會不會幫你 會不會讓你進去? 不會讓你進去的 你沒有辦法精確定位啊 就像有些人講說 我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請問你是哪裡人? 我認同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也是我的國家 我認同英國 英國也是我的國家 然後一個人 有十幾本護照 請問你是誰? 聽懂吧? 我們的身份就是國籍 身份 就是在法律上 法理上的定位 精準定位 你的身份只有一個 多重國籍啊 說實在 各位 你如果沒有 國家 特別任務 有沒有必要有那麼多 護照 你是007嗎? 為什麼有十幾本護照? 所以大家記得 每個人國籍 只有一個 懂意思嗎? OK 好 你看一下 這問題來了 很大 有台灣網友到日內瓦旅行 打算參觀聯合國歐洲總部 想去經驗品店 賣個聯合國馬克杯 在入口處出示中華民國護照 會談人員看了看 卻說不能用 問他有沒有身份證 甚至說出 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請拿出中國護照 或是中國身份證 就可以進入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跟中華民國那一本 綠色的護照 是不是都是China 是不是China 對 都是China 那一本護照 可不可以代表中國 那一本護照 所以我拿這一本就夠了 我就是中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行耶 Republic China 通通歸屬於中國 但是那個證件 可不可以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證件 不行 所以必須 回到原點 所以要拿出什麼護照 中國護照 或是什麼 身份證 有沒有 中國身份證 懂意思嗎 所以他講的沒錯 為台人員講的沒錯 讓他覺得被嚴重歧視 將事情經過PO上臉書後 已經有上萬人分享 各國歐洲總部 是很多人到瑞士日內瓦參觀的地點之一 但只有台灣人被鋸於門外 網友蔡小姐在臉書PO文 9月15號下午3點多 前往聯合國歐洲總部 會台人員看了她的護照說 這個護照不能用 你有身份證嗎 看完身份證 才說聯合國不接受她的護照和身份證 蔡小姐很納悶 明明8年前就用同一本護照參觀過 怎麼現在就不行呢 對方口氣更強硬了 說台灣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 如果她拿出大陸護照和身份證 才能夠進去參觀 她質疑一個台灣人 怎麼可能有大陸護照 感覺被受屈辱 她的護照和身份證 蔡小姐很納悶 明明8年前 就用同一本護照參觀過 怎麼現在就不行呢 對方口氣更強硬了 說台灣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 剛剛有講到 海牙法院定義台灣當局 還記得吧 台灣當局 從中國來的台灣當局 從中國來的台灣當局 她這個意思就是說 台灣當局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不是台灣的土地是中國一部分 聽話新聞要會看喔 懂意思嗎 聽話有沒有 台灣 台灣的土地是中國的 不是 但是台灣當局 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 為什麼 從中國流亡來 在台灣當局 就是幫 美國國院 美國國會 做事 做什麼事 幫美國管理台灣 聽懂意思嗎 他名字是什麼 台灣當局 是不是台灣政府 不是 所以這邊你慢慢看喔 不要被 政治台灣的政治人物操弄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要跟中國對抗 對還錯 錯 跟各位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台灣有沒有仇 有沒有仇 沒有仇啊 中國共產黨有沒有來台灣殺人 是誰來台灣殺人 中國國民黨 蔣介石集團來台灣殺人 誰跟我們有仇 誰觸犯戰爭法 蔣介石集團 流亡中國人跟我們有沒有仇 沒有仇 要記得喔 流亡的難民 他是不得已 他不走不行 他會被殺掉啊 他流亡來這裡 住在台北市 跟我們有沒有仇 有沒有仇 觀念要清楚喔 我講得很清楚喔 你有沒有聽懂 殺台灣人的是誰 流亡來台灣的蔣介石集團 中國國民黨 有沒有聽懂 蔣介石那時候來的 連正東 蔣介石 包括他底下那些 幕僚 組成的這個蔣介石集團 包括陳怡 來台灣 是什麼 228 清香 白色恐怖 這些人才是什麼 跟台灣人有仇 但是跟隨來的 流亡中國人 跟我們有沒有仇 沒有仇耶 這要清楚喔 不要說 那在外省耶 阿拜剛才什麼事情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行 跟流亡在印度的 西藏流亡政府一樣 西藏流亡政府跟印度人 有沒有仇 因為沒有發生像228的事情 所以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沒有問題啊 因為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行 懂意思嗎 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在那邊 就地合法建立一個 屠博國家 不行 因為那個土地是誰的 印度的 相同的意義 流亡的中華民國在台北市 所以叫什麼 Chinese Taipei Chinese is our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市 在這個台灣島上最高的 最 的首府是哪裡 台北市 因為什麼 有台灣總督府 在台北市首都 在台北市首都 就叫Chinese Taipei 翻中國台北對不對 不對 中華台北對不對 不對 它全名叫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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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死了 所以以後要支持民進黨 支持本土政黨 對還錯 錯 因為現在我們現在電視上所看到這些政治台灣的政治人物 他所討論的議題都是流亡中國政府 就是流亡中華民國的家務事 是不是台灣的事情 我們的事情被放在桌子底下 沒有處理 也就是佔領地 當地人民的事物 還沒有處理 放在桌子底下 什麼時候開始 2006年12月20日 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 Roger Sexton 就是在2006年12月20日 控告美國政府兩個標的 在《新台灣論》的第一頁放開來 台灣民政府在華盛頓設立代表處的經過 第一句話就寫 2006年12月20日 他就寫 控告美國政府兩個標的 台灣國際地位以及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兩個標的 控告 為什麼 美國政府他可不可以拒絕政治上的控告 可以啊 國家免訴 國家不用被擬告 但是美國的憲法裡面有保障什麼 人權 所以我們雖然被軍事政府 美國的軍事佔領 但是佔領地上本土台灣人的 在國際人權上 有沒有重要 可不可以放在一邊 不行啊 所以我們的國籍包括收到228的殘害 包括這些很多的損失 很多台灣的精英不見了 這些還有什麼 創改我們的國籍 還有什麼 抓台灣人去當兵 戰爭法裡面很重要的概念 占領地被占領的人民不應該做占領者的兵 有沒有聽懂 抓占領地人民的當地人民去當占領者的兵 違反戰爭法 所以中華民國它違反了四項 戰爭罪 請您要寫下來 第一個 在1945年10月25號 宣布為台灣光復節 這是第一個 戰爭罪 第二個 在1946年1月12號 透過行政命令 結參制第01297號訓令 將佔領地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改成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 我們的國籍本來是什麼 看到右手邊 我們的國籍是誰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不是日本喔 不是現在這個日本喔 現在這個日本是因為政體不同 國體是一樣的 跟我們是國體是一樣的 是屬於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權的地方 只是它現在什麼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叫做日本政府 也就是現在我們知道安倍政府 安倍晉山領導的這個日本政府 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跟原來的帝國政府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因為它使用什麼 和平憲法 這高級班會講 那台灣呢 台灣在當時 因為 美國 它 它把整個大日本帝國四分五裂 北方四島 交給蘇聯 由蘇聯去佔領 日本 北海道 本週四國九州 由美國親自佔領 獨島 韓國佔領 沖縄 沖繩 聯合國 托管 佔領 然後 台灣 澎湖跟南海 蔣介石 佔領 四分五裂 為什麼 害怕日本帝國再度掀起 但是這六十 當時是2013年 那是日台精英會 秘書長在那個大樓五樓那邊 跟日本來的精英 開了一個日台精英會 秘書長在會議當中有講到 當時是64年來 64年來 中華民國 永遠做不到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公平 第二個是正義 這兩件事永遠做不到 而且 我們看到那個身份證 還被做記號 各位 你有沒有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它是不是要改成晶片身份證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的身份證 你翻過來 媽媽那個名字旁邊 有一排流水編號對不對 不是 它那個是識別編號 前面那個三碼 它可以知道說 你到底是中國人 還是本土台灣人 對待就不一樣了 所以 當時日台精英會 是在2013年 就在那個中華會館 那邊舉辦的 所以剛才你如果時間 時光走廊 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OK 好 先講這裡 好 這影片很長喔 聯合國拒台客 什麼叫台客 從台灣來的客人 台客是不是台灣人 不一定 但是他拿 由於他拿了什麼 中華民國那本 綠色的護照 被歸列為什麼 中國人 所以當然跟他講 拿中國護照再來 這個大陸 是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大陸是哪個國家 中毒 你們都中毒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叫大陸 請你寫下來 寫在紙上 馬上寫 大哥 寫起來 你給我寫清楚 講師 告訴你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叫大陸 請你寫好 寫下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叫做大陸 寫起來 今天晚上睡不著寫十遍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名字叫大陸 那個大陸是誰在講的 中國人在講的 這是哪個國家 不能用大陸 我們要稱什麼 中國 而且用正確的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大陸這個國家 會好笑嗎 寫十遍 要不然你腦袋裡面 那個賭永遠都在 指著那個國家 大陸大陸 一天到晚在那邊大陸 然後人家 一直抓頭 你講大陸是哪個國家 全世界有幾個大陸 跟各位講 歐亞大陸 非洲大陸 美洲大陸 澳洲大陸 跟南極洲大陸 大陸是什麼意思 土地啊 歐洲 亞洲 合起來那麼大塊 也叫大陸 非洲那麼大塊 也叫大陸 美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合起來 也叫大陸 澳洲 澳大利亞 也叫大陸 南極結冰的那一塊 也叫大陸 請問 對一塊土地 是叫大陸 通通都是大陸啊 要講精確 剛剛有講 講身分 講法理地位 要精確定位 中國 拿中國護照再來 懂意思吧 要不然 你沒頭出你就去做記者 你就去當記者 懂意思吧 網路上的笑話 不好好讀書 就去當記者 OK 大陸護照 和身分證 才能夠進去參觀 他質疑 一個台灣人 怎麼可能有大陸護照 感覺 備受屈辱 對就是台灣民政府啦 現在他們可火紅的咧 就連台中市大家長林佳龍 也等不及幫他們認證 認證非國家啦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國家 剛剛是不是有介紹過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國家 不是是什麼 台灣是軍事占領地 不是國家 台灣是軍事占領地 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不是國家 不是 正確 但是 需不需要林佳龍來認證 林佳龍是戰爭法嗎 他是人耶 他不是法律啊 有涉及到政府的行為 那目前他們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沒有效益的 記清楚喔 他說沒有效益喔 好 那中華民國身分證跟護照有沒有用 有沒有效益 但事實是直接從從自己的 AIT是誰 在哪裡 AIT是美國在台協會 警察是誰在站崗 是不是台灣當局的警察 對不對 那台灣當局的警察在執行台灣當局的就是林佳龍 他那種態度 請問他執行的行為 有沒有合法 有沒有合法 他不要讓你進來 因為我就不高興你啊 所以我不讓你進來 AIT就不讓你進來 那 中華民國護照可不可以 都可以啊 自己人嘛 所以 有這種情況喔 來 有申請這個身分證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我們看一下齁 後面有影片內容 我們看一下底下 已經到了齁 日內瓦聯合國總部 然後進去了齁 你看 你要進聯合國買門票 經過 那個通關 安全檢查 你一定要拿證件 好OK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跟身分證的蔡小姐 買個馬克杯都買不到 拿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 拿到入園證 買到這麼多東西 還有什麼 聯合國的領帶夾 要10圈這麼多 馬克杯買得到嗎 當然買得到 齁 所以你看看底下 這是2015年10月5號 中午12點07分 齁 現在是2015年10月5號 現在是2015年10月1號 中午1間5號 阿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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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進來 聯合國安情的時候 我們拿這個 中華民國護照 是不可以進來的 然後 再加上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這兩個一起 也是不能進來 唯有我們使用 我們可以拿那個 由台灣民政府所發行的 台灣政府 身分證 這是可以進來的 那我們 今天的任務就 就已經打起來了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就要準備要 離開 回台灣了 今天的任務 非常的參觀 謝謝大家 董 新聞 報道 記者今天來到聯合國總部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實際測試看看 到底能不能進去 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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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關係 先講到這裡 大家要記得 其實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那他現在在台灣 關係法架構下 他是台灣當局 不是台灣政府 我們看到官網 我們回到官網這裡 來看清楚 這裡 這個內容 請大家務必看清楚 來這邊 很快點過一次 1978年10月31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與美國斷交 1979年1月1日 為了延續美國 對台灣佔領地的佔領權 所以設置了 國際上唯一的國內法 美國 才有 國內法 叫什麼名字 台灣關係法 英國沒有台灣關係法 沒有 法國沒有台灣關係法 沒有 看清楚 只有美國 才有國內法 叫什麼名字 台灣關係法 用意是什麼 延續美國 對台灣佔領地的佔領權 這底下有寫 再來 從1979年1月1日起 台灣領域只有稱為台灣當局的這樣的名字 叫做 來代替什麼 美國的軍事政府 沒有台灣政府這樣稱為 2008年2月2日 台灣民政府在美方的協助下 藉由2006年12月14日 控訴美國違反人權案的同時 正式在美國官方監督下 成立了 一起念 戰爭法下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 這個時候開始 台灣領土只有兩個合法的政府 就是什麼 台灣當局 他另外名稱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台灣當局是架構下 代替美國軍事政府管理台灣 因為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OK 再來另外一個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在這個月 即將受邀參加聯合國大會 美國官方目前只有認證這兩個組織 聽懂嗎 有沒有台灣政府 沒有 請你看上面 蔡英文她可不可以講她是台灣政府 不可以 她是台灣當局 台灣民政府接證之後 以後才能叫做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是在台灣民政府的架構下 聽懂嗎 就像現在日本政府 它的前身是什麼 日本民政府 日本 整個區域 在戰爭法架構下 一樣 美國軍事佔領 由 日本的人民 組成日本政府 組成日本政府 聽懂嗎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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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